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为什么善良的人内心会经常感到痛苦 居是语录 墨学曾经向一位德高望重的师父请教 为什么善良的人还会经常感到痛苦 而那些恶人却活得好好的呢 师父很慈悲地看住我说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有痛苦 那就说明这个人的内心一定有和这个痛苦相对应的恶存在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已经没有任何恶 那么这个人的心灵是根本不会感到痛苦的 所以,根据这个道理 既然你还经常感到痛苦 说明你内心还有恶存在 还不是纯粹的善人 而那些你认为是恶人的人 未必就是真正的恶人 一个人能快乐地活住 至少说明这个人还不是纯粹的恶人 我不服气地说 我怎么会是一个恶人呢 我一向心得很善良的 师父说 内心无恶则无苦 你既然内心有痛苦 说明你的内心就有恶存在 请你将你的痛苦略说一二 我来告诉你 你内心存在着哪些恶 我说 我的痛苦很多 我有时感到自己的工资收入很低 住房也不够宽敞 经常有生存危机感 因此心里常常感到不痛快 并希望尽快能够改变这种现状 社会上一些根本没有什么文化的人 居然也能腰缠万贯 我感到不服气 像我这样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每月就这么一点收入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我的家人有时不听我的劝告 我感到不舒服 就这样我向师父述说了一大堆自己的痛苦 师父点点头 不停地微笑 而且笑得更加慈祥 他合颜悦色地对我说 你目前的收入足够可以养活你自己和你的全家 你们全家也有房屋住 根本不会流落街头 只是面积小了一点而已 你完全可以不必要为这些感到痛苦的 可是 因为你内心对金钱和住房有贪求心 所以就有苦 这种贪求心就是恶心 如果你已经将内心的这种贪求恶心去除了 你就根本不会因为这些而痛苦 社会上一些根本没有文化的人发财了 你感到不服气 这是极度心 极度心也是一种恶心 你认为自己有了文化 就应该有高的收入 这是傲慢心 傲慢心也是恶心 认为有文化 就应当有高收入 这是余痴心 因为有文化 根本不是富裕的因 全是不失 才是今世有钱的原因 余痴心也是一种恶心 你的家人不听你的劝告 你感到不舒服 这是没有包容心 虽然是你的家人 他们却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为什么非要强求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和你自己一致呢 不包容就会心量狭隘 心量狭隘也是一种恶心 师父继续微笑住说 贪求心也好 极度心也好 傲慢心也好 愚痴心也好 心量狭隘也好 这些都是恶心 因为你的内心存在着这些恶 所有你就有和这些恶相对应的痛苦存在 如果你能将内心的这些恶彻底去除 那么你的那些痛苦也会烟消云散 要用快乐和满足的心态看待你的收入和住房 你应当想想你根本不会饿死和冻死 而那些富人虽然也有钱 其实也只是没有饿死和冻死 你应当看到 人是否快乐 不取决于外在的财富 而是取决于自己的生活态度 把握生命的分分秒秒 用乐观 安详和勤勉的生活态度来代替原来的贪求心 你的心就会渐渐快乐起来 社会上没有文化的人发了财 你应当他们高兴才对 要希望他们能够具有更多的财富 拥有更多的安乐才对 别人得到 要像自己得到一样开心 别人失去 要像自己失去一样难过 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善人 而你现在的心是别人的财富和安乐 超过自己就不高兴 这是嫉妒心 嫉妒心是一种狠恶的心 要坚决去除 要用随喜心代替嫉妒心 认为自己在某个方面超过别人 就自以为了不起 这是傲慢心 常言说 傲慢高山 不生得水 人一旦有了傲慢 就会对自己的不足熟视无睹 因此 根本不可能看到自己内心的种种恶 从而改过千善 所以 傲慢者自己堵塞了自己的进步之门 此外 傲慢者常常会有失落感 渐渐会有自卑感 一个人只有从自己内心深处培养起虚怀弱骨的胸怀 心甘情愿的永远将自己放在谦卑的位置 内心才会感到充实和安乐 前世不失才是今世富裕的真正原因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而凡夫不识因果 将种瓜认为是得豆的因 将种豆认作是得瓜的因 这是愚昧的表现 一个人只有勤学佛法的智慧 真正懂得万事万物的因因果果 才能内心明亮 知道如何取舍自己的思想 行为和语言 为其如此 才能从光明走向光明 从安乐走向安乐 虚空能够包容一切 所以广大无边 融通自在 大地能够承载一切 所以生机勃勃 气象万千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 不要随随便便就对别人的行为 言语看不惯 即便是自己的亲属 也不要升起强求心 要随缘自在 永远用善良的心帮助别人 却不要贪图或强求什么 如果一个人的心胸 能够像虚空一样包容万物 这个人怎么会有痛苦呢 师父说完这些话 继续用慈悲而柔和的眼光看住我 我久久无言 两行热泪从我的眼中流出 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恶人 因为我内心有种重恶 所以我才有种重苦 如果我的内心无恶 我怎么会有苦呢 感谢师父 要不是师父的教导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内心的恶 愿我生生世世都能够不理善法 素极断除一切内心的恶 分享此视频 历人历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似崇恩 下救三道苦 唯愿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果 请常念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阿弥陀佛 感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